趕快 快速通過 快點 得快速通過 因為在變形的管道空間裡 下一秒會遇到什麼 誰也不知道 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苗栗消防隊 深入已經嚴重傾斜的 雲門綠體大樓 有人在嗎 聲聲喊 卻接連傳出不幸消息 雲門綠體大樓 總離難人數增至6人 大樓傾斜倒塌 景象 觸目驚心 原本坐在河堤旁的集合式大樓 大門外就是公園綠地 社區後方還有一望無盡的 山區美景 但強震之後 四樓變一樓 向前傾斜45度 後方就像連根拔起般 磚瓦破裂 它是屬於有點像 跪倒式的部分的往前前傾 那因為前傾的情況下 當然它前面的地下有一到 大概有幾層的部分 它是已經有點壓扫 跪在底下 魚鎮來的時候 它怕這個整個傾倒的現象 它在加劇 四樓變一樓 漁門綠體大樓 二樓以下成了重災區 改裝成民宿的樓層 整個被壓在大樓最下方 強震正好經過建築物最脆弱的地方 其中二零一這整排是危險熱區 二零三號房四大一小 二零五號房一名大人 還有一名員工 目前仍失聯 退堤大樓持續傾斜 所以救難人員是趕快調來了 鋼梁來做支撐 並且在底下放上水泥塊 當作基座 要防止房子很有可能 會不小心的整個倒了下來 而一下午的部分 又下起了一場大雨 更增加了救援難度 災難現場餘震不斷 又下起失冷陰雨 但搜救單位不斷進駐 強在黃金救援時間內 希望盼來好消息 記者李嘉明 李玉錦 戴婉林 台北花蓮綜合報導